我們已經同大家介紹了航空事業服務人群的方針 一個成功的機倉服務員可以使乘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讓人家有信心和信任你 你首先就要對自己有信心 在右邊的左邊的手左邊的左邊的手都是还有方向前去 左邊的眼itos線出的手會有位置向你打開來的手會有位置向你打開來的手會在後上 我的手會有位置向你打開來的手會有位置會出現在 你要明白到,有朝一日,不單止乘客的舒適是依靠你,他的生命亦都是依靠你的。 好像其他環節的訓練一樣,熟能生巧。航空公司所提供的訓練,質素是很高的。 他們亦都要求一些有決心、有毅力的學員去接受挑戰。 航空公司當然不單是運送乘客,貨運量亦都不斷增加。 用農運著的鷹帽,用貨櫃裝著的消費品,新鮮的食物和精巧的科學儀器等等,應有盡有。 貨運部的職員要處理各種空運的事務,他們還要學會處理那些國際通用的複雜文件。 請你記住,你可以在勞工處責業輔導組和各大航空公司得到這個這麼刺激的行業各方面更詳細的資料。 乘客未必會留意到,航空機每次降落地面都會進行檢查維修的。 航空公司招聘了一班修理員和指導他們的技術人員。 他們可以為航空公司工作,也都可以為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打工的。 機殼、機器和各種儀器都要定期收檢。 乘客飛機都是按照國際上嚴格規定的標準定期徹底檢修的。 我記得在我小時候,我很喜歡來飛機場看飛機。 覺得飛機為什麼會飛呢?覺得很奇怪。 從那時候開始,對飛機有了興趣。 當我讀中學的時候,我認識朋友, 他介紹給我這個飛機工程一科。 所以當我畢業的時候,我就選擇了這個課程來讀。 當我們在剛剛進來這間公司的時候, 就要接受兩年的傳日制訓練。 就是關於理論性的。 當完成了這兩年之後,就要接受四年的在職訓練。 在這在職訓練裡面,實際上可以碰到飛機上每一部分。 就可以理解到飛機上的運作。 這份公司的設計是很有挑戰性的。 因為我現在已經專注在無損探商的部門。 首先我們要知道無損探商對於飛機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可以利用無損探商的方法, 去知道飛機的結構有沒有問題。 大家知道如果飛機結構有問題的話, 就要對於飛機安全和乘客的生命都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份工作是很有刺激和挑戰性。 大家都看到現在的飛機場, 就越來越多飛機。 也說要擴展飛機場。 可以找到很多機會讓我們發展。 在機械方面有才幹, 對應用科技有興趣的朋友, 會覺得這行對他們很適合。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 推行一項工藝學徒計劃。 學員在香港理工學院, 收讀在日間部分時間制的課程。 在理工, 還有四年制的航空工程高級文憑, 和兩年的在職訓練。 然後就去一個叫做Low Pressure Warning Switch。 李慧利工業學院, 就提供了較為短期的飛機工程訓練計劃。 在這個系統裏面, 我們不讓它有低壓的情況出現。 這個就是四沖程的引擎, System Engine。 如果你有適當的在職前訓練, 或者會考合格, 你就可以在這裡接受兩年一間部分時間制課程的訓練。 內容包括各種和航空有關的科目, 機械繪圖,和飛行原理等等。 你當然不會被訓練成為飛機師。 不過, 好像飛機師都要了解飛行原理一樣。 負責照顧飛機和機器的地勤人員, 也要感受一下駕駛飛機的感覺。 在香港, 利用一下這個模擬飛行器。 在飛行時, 這個地域太大, 阻礙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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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礙風。 香港理工學院的風洞, 是很有用的教材。 它可以清楚示範飛機設計和原理。 無論你參加哪一項課程, 無論課程的重點是甚麼, 無論是哪間公司, 或者學院提供這些課程, 你肯定都會得到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很全面和恰當的訓練。 大家很小時候, 六至七歲的時候, 開始很有興趣。 現在都小時候, 有時回學的時候, 就逃學了, 走了去上網台, 拿著書包, 攀著書網, 在機場上, 飛機升降, 問我幾個小時, 然後才回家。 當時, 參加一些行星年團, 加入這些活動, 認識飛機, 增加自己在這方面的興趣。 接著就去入院學校讀飛機工程, 後來讀了一年, 後來就轉了學科, 就來讀這個航海電訊, 走出去了七年幾八年左右, 自己做的錢, 就自己去美國三組學生飛機。 我們為大家介紹過, 這麼重要, 這麼多之多彩的航空事業裏面的朋友。 航空事業, 真正是環繞全球, 能夠在幾小時之內, 便是不同的文化。 他所提供的各種工作, 最敢於接受挑戰和壓力, 樂於助人的年輕人, 就最適合不過了。 航空業務非常依賴科技, 同時又是充滿人性, 無時無刻都是處理著人和人的關係。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關航空業務的各種空缺, 請留意職業講座, 或者多些和你的職業輔導老師, 和勞公署撮業輔導組的職員談談。 祝你旅途愉快。 祝你旅途愉快。 祝你旅行 你旅途愉快。 祝你旅途愉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